幸福难都不忍习 终于大门通光静悲也不疼 同时前往被探队 笑颜不再迷茫 只是教人失望 什么要求望 过人前途渺茫 人人都想你 跑到挂起到我门上 Oh, will you kiss it? I think our students can watch it! 请看此跳吧 陈独秀先生说的 要造一些新青年 所以我觉得青年 是整个这个故事里边 最集中的 我们想去表达的力量 但是他在那样的一个 宏大的时代下面 其实不同年龄段的人 他们都在为 找一条救国之路而在努力 这些人他们唤醒了青年 唤醒了广大的 包括工人也好 包括农民也好 是大家一起起来了 这个社会才会 才会有了觉醒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其实在任何外面的 商演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 给先生留作 但是今天这个灯光 再起来的时候 我真的能看到先生们在那 这个地方 就是先生们待过的地方 他们回家了 我希望所有的 还在学校的学生 你要好好上学啊 你要享受大学的生活 因为大学一眨眼就过去了 来到北大 我才知道 我有多么多么怀念 原来的大学生活 好好享受每一天 你在大学里的生活 这部剧 就应该放到北大来演一次 因为它本来就是 这里发生的故事 《打击人》的歌词里面 涉及到了很多鲁迅先生的文字 但是呢 《打击人》又是一个 剧中的 这个年代中的 看着这些故事 一点点发生过来的 一个局中人 但是最后呢 让大家反应过来 原来鲁迅先生 饰演的《打击人》 这个反差感 会非常的强烈 通过这部剧呢 让我看了非常多鲁迅先生的书 传记 他的一些文章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还是要多多看书 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 真的能有很多很多 很独特的力量 可以给予到我们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观众们 能够感受到那份 五四的精神 北大之精神是什么 见见一下 蔡元培先生的那句话吧 就是爱国 在北大这个学堂里 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 不断地去追求学问 去研究去讨论 去回馈这个社会 甚至是去报效我的祖国 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去开头眼界 也是像先生们一样 去帮助别人 来到北大 我非常的激动 也很开心 然后我非常喜欢北大的 整体的环境氛围 而且我们通过我们的演出 也能感受到北大的学子们 对我们这部戏的喜欢跟热情 来到北大演出 然后也希望 你们可以每天健康 开心 快乐 好好学习 爱此住院北大126周年 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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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